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浩天 大家想象一下 一位美国总统、一名王牌主持人、一个流行摇滚明星 再加上美国终极格斗冠军赛的老板 当他们一起出场时 会有什么反应? 没错 当塔纳的川普、塔克卡尔森、摇滚小子和UFC首席执行官塔纳·怀特 肩并肩地突然出现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竞技场——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时 全场立即飞腾了 对于美国 甚至对全世界来说 川普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对于民主党人和左翼人士来说 他是一个即将毁灭美国的独裁恶魔 而对于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来说 他是拯救美国的最后一线希望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两种不同的情绪都来自同样的事情 川普再次入主白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以及 在第二个任期内 川普将推行的所谓复仇计划 11月11日 星期六晚上 川普和怀特、卡尔森、摇滚小子等四位巨星 还有小川普等人 在摇滚小子2000年的热门歌曲《美国坏当》的歌曲中 一起走进竞技场 观看UFC295尽量级冠军决赛 事实上 整个星期都有人在猜测爱好观看格斗比赛的川普 是否会在UFC30周年之际出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 所以 当川普在UFC老板陪同下隆重入场时 人群疯狂了 在视频中 人群的尖叫声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粉丝在大声横叫 那是唐纳德·川普 与此同时 川普挥动着他标志性的古同斯大手 不时地竖起大拇指 并与观众碰拳打招呼 而在几天前 川普在接受保守派电台采访时透露 他会考虑选择前福克斯新闻王牌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作为竞选搭档 所以 当卡尔森首次跟随川普出场时 更是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卡尔森张大着嘴 开心地露出他标志性的好笑 无论左媒还是建制派媒体 在报道川普的消息时 都突出了戏剧演员比尔·博尔的妻子 缩着身子对川普做了一个不尽的手势 但他们都无法否认 这只是个别人 而博尔本人却是川普的忠实支持者 《每日有报》报道说 当这位前总统和摇滚明星卡尔森等人一起出现在体育场时 场内几乎所有人都抱以热烈的掌声 而更重要的是 即使在众多巨星周围 川普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巨星中的巨星 人群在掌声中高呼USA 几分钟后 当川普出现在体育馆的大屏幕上时 人群再次疯狂了起来 也许有人会说 热爱终极格斗的观众 比普通体育赛事的观众更加保守 这不可否认 但要知道 川普的民事诉讼案正在纽约开庭 包括川普和他的三个子女 小川普 埃里克和伊万卡都分别出庭作证 受尽法官和检察官的污辱 甚至可能面临2.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而且 川普还面临着另外三个案子 包括机密文件案 乔治亚州选举案 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意料事件案子 川普面临着91项重罪指控 但是 纽约的观众仍然像欢迎英雄一样 引进了纽约人 川普的到来 这一点 确实让左翼人士感到害怕 因为这一切都是在说 无视川普超明星般的人气 后果将自负 星期六早些时候 川普在新汉布什尔州 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 宣布了他的新边境政策 在集会上 川普嘲笑了拜登的老糊涂 说 我们白宫里有一个人 他不会说两句话 也找不出离开这个舞台的路 确实 就在几个小时前 80岁的拜登 在无名战事幕前又迷失了方向 然后 川普宣布 在2024年再次当选 他将扩大其第一任期内的移民打击行动 包括大规模驱逐那些被关押在大兴营地等待驱逐出境的人 星期六 仇恨川普的《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了川普的移民计划 该报道基于对几名顾问的采访 其中包括负责川普第一任期的移民政策顾问是蒂芬·米勒 报道说 川普的计划是对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的打击 并表示 其目的是每年驱逐数百万人 包括那些在美国定居了几十年的人 随后 拜登哈马斯竞选团队发表了一份声明 攻击川普的移民计划是极端的 种族主义的 残酷的政策 旨在煽动恐惧 分裂我们 压住一个恐惧的国家 是他赢得这次选举的方式 报道还说 为了帮助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全面搜捕非法移民 川普将重新分配联邦调查局 并委派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自愿派出的当地警察和国民警卫队 他还将通过建造巨大的拘留营 来缓解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设施的压力 在他们等待驱逐出境的过程中处理他们的案件 纽约时报称 如果国会拒绝 川普将重新分配五角大楼的资金 就像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边境墙所做的那样 不过 纽约时报始终不提川普强调的一点 合法移民 在星期六的演讲中 川普说 美国只接受合法的移民 更让左派害怕的是 最近连续多个民调都显示 川普对拜登的优势正在扩大 这让左翼人士感到不安 甚至说是末日的到来 11月11日 卫报刊单了左翼作家大卫·史密斯的文章 标题是这样写的 复仇任期 川普在执政四年会是什么样子 在标题的下面是一张图片 川普正好处于一展单之下 头看起来像是带了两个翘起的犄角来贬低川普 史密斯首先设想了一个川普2025年的就职典礼 他说 这是华盛顿很冷的一天 人群聚集在国家广场 参加美国第47任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 2025年1月20日中午 唐纳德·川普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 并发表了一个主题很简单的就职演说 报复 史密斯接着说 这是数百万美国人的噩梦 也是他们越来越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民意调查显示 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遥遥领先 在一场假想的对决中 他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民主党人乔拜登 政治专家可以提出很多警告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明年的白宫竞选将非常激烈 虽然 史密斯尽力淡化川普重返椭圆形办公室的可能性 但他不得不说 这一事实对民主党敲响了警钟 他写道 我认为 这将是我们所知的国家的末日 那么 这些左翼人士究竟在害怕什么呢? 首先 正如《纽约时报》说的 川普承诺在第二个任期 赦免意料事件的叛乱贩子 在通过清洗可能成千上万的公务员 任命意识形态上的忠实拥护者来瓦解深藏政府 其次 如华盛顿左派历史学教授艾伦·利奇曼说的 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将是一个复仇期 他将利用政府的权利来起诉迫害他的敌人 巩固自己的权利 或者至少是他的盟友和亲信的权利 第三 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将通过钻探和挖掘来抑制高通货膨胀 用左媒的话说是 我们正在接近气候变化的不归路 川普的四年将是地球的灾难 还有 川普将完成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 没有完成的美国优先立法 还有抽干沼泽 完成边境安全 让美国经济恢复昔日的辉煌 不能让政府的烂摊子束缚住手脚等等 所以 对左派来说 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将是一场灾难 将会像独裁者一样管理美国 然而 对于保守派和有常识的人来说 川普的当选将是美国的希望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川普出现在终极格斗比赛现场时 美国人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川普的回归 最后 我们来说说 中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对弹劾拜登的看法 大家知道 弹劾分四步走 一是弹劾调查 这一步由中院监督委员会来负责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二是 提出弹劾条款 将由中院司法委员会负责 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审查 三是 全院投票 由中院议长提出 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成立 四是 参议院审判 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担任法官 由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来决定弹劾是否成立 11月11日 据左媒《华盛顿邮报》报道 此前 约翰逊曾说 拜登利用纳税人的资源为他儿子在乌克兰的商业交易牟利 并表示弹劾拜登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约翰逊的变化引起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担心 新议长是否妥协了 甚至有网友怀疑他是一个隐藏的犀牛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约翰逊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 但在星期六 他公布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分两步走的短期支出计划 以避免11月17日的政府关闭 这项计划不包括对以色列的援助 也不包括对乌克兰的额外资金 约翰逊说 这两步结构是一项必要的法案 是中院共和党人处于争取保守派胜利的最佳位置 对于弹劾拜登的态度 法盛顿邮报引述了奈布拉斯加 共和党犀牛众议员唐培根的话说 约翰逊认为弹劾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培根重述了约翰逊关于调查的言论 说我们只会去证据所在的地方 但我们还没有达到那里 培根还说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说 看我们现在连一张民主党的票都得不到 我认为选民们会拒绝他们所看到的拜登的政策 但重罪和轻罪呢 我不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或足够的数据 来真正做出一个好的案例 我觉得约翰逊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观点 法盛顿邮报说 本周在与温和派的私人会议上 约翰逊似乎同意了这些共和党议员的观点 据培根和其他出席会议的人说 他们认为由于拜登的民调数字如此之低 弹劾他的政治必要性就降低了 当然这只是左媒的说法 但这一说法却让乔治亚州中原马乔里·泰勒·格林很担心 当天一直支持弹劾拜登的格林 在X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写道 不久前我们的议长非常相信弹劾 以至于他在没有进行全院投票的情况下发起了调查 但你却被告知他很糟糕 在八个共和党和所有民主党人将他赶下来之后 我们发现了乔·拜登的支票和大规模洗钱计划的证据 而现在你们被告知 更好的新议长却不想弹劾如此进步 那么约翰逊本人究竟是怎么看的呢? 上周约翰逊曾对媒体表示 在对拜登弹劾的问题上 他一直在思想上保持一致 并告诫不要匆忙进行 10月底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强调 他领导下的众院将是一个法治团队 让证据说话 来决定拜登是否应该被弹劾 如果约翰逊说的是真的 那么 左媒和犀牛说的 共和党将以拜登的民调低 来决定是否弹劾拜登的必要性 显然 与约翰逊之前的想法相去甚远 而事实上 中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詹姆斯·科默 正在积极推进调查 连续向拜登家族成员和亨特的商业伙伴 发出了8张传票 包括拜登的儿子亨特 他的弟弟詹姆斯 以及亨特的商业伙伴和画廊老板等人 据议长发言人拉吉·莎阿说 约翰逊一直赞扬吉姆·乔丹、詹姆斯·科默 和杰山·史密斯主席的工作 他们的调查已经表明 拜登和白宫在拜登家族 与外国对手的商业往来问题上一再撒谎 他将支持他们遵循事实的努力 格林也分享了他与约翰逊关于弹劾的谈话 他说 我们正在进行宪法要求的有条不紊的调查 但我们正迅速接近一个拐点 至于弹劾拜登将会走到哪一步 也许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监督委员会收集证据的工作不会白做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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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